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家屠四壁 胡思乱想 那么今天聊什么呢 这个世界永远充满想象 这个俄罗斯 他那个最高权力机构叫什么 是中央杜马还是什么呀 他任命了车臣共和国 一名重要官员 那么这个官员是车臣共和国 国家安全局局长 这职务很重要了 国安局局长好家伙很重要了 那是北京国安背后的总经理 跟北京国安没关系 那么这个局长只有15岁 应该是还是个少男吧 那这位少年高官 他有一个非常牛逼的父亲 叫做卡特罗夫 他是卡特罗夫的 这个就是车臣总统 那小卡特罗夫的小儿子 这小小卡特罗夫 那么他14岁的时候 就跟他那两个哥哥一起 背负负命 为国出征 然后奔赴前线 参加特别军事行动 据说还立功受奖 荣应重任了 是吧 那可能是 这个人呢 小小年纪 确实是基因纯正 这个年少有为 显露不凡是吧 那在两个月之前 他还获得了他爸爸 小卡特罗夫 给他颁发的车臣英雄勋章 因为他在监狱里边 把一个犯人给打了 就是那个犯人是在那个 福尔加格勒的一个清晨寺 然后烧古兰京 上传视频 然后就被抓了 被抓了之后 就送到车臣去审 然后呢 他就这个 在这个拘留的时候 小卡特罗夫 就过去 把那人给打了 然后就是 大人 因为这起事件 就得了个勋章 看来这个俄罗斯 是吧 俄罗斯 应该也有什么 一等洋人 二等官 这个二等应该是 车臣狗腿 三等是这个俄族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个少年的 不凡之处呢 还有其他方面 比如这个 他在著名的 这个什么 综合格斗大赛当中 赢得了许多光明 正大的胜利 而且就他参加那些大赛 那些格斗比赛 从来就没输过 从来没输过 如果是车臣有 作文大赛的话 那么他绝对能得 这个比赛一等奖 是吧 作文题目就是 我的总统父亲 以及我的普京爷爷 就是我就想到说 这个你看 他这个人就非常全能 这个人非常全能 我就想想来 这个颜赫祥 跟郭契林 说的那句话 您在别的领域 也有这么 出众的父亲 那么你看 有句话叫做 老子英雄而好汉 自武英雄出少年 是吧 卡德罗夫呢 作为一个 15岁 这个青少年 然后获得了 如此重要的职位 获得了如此多的荣誉 是吧 再就你看中山二院 那老板的孩子 一个高中生 能发两篇SCI 就是你不说 我以为他高中学校的校报 叫SCI呢 是吧 SCI是什么呢 是科学引文 所以这是全世界公认 最有权威 最值得借鉴的 信息解锁工具 是吧 您说 你那论文在哪 什么那个参考文献 在哪儿查的 我说在SCI上查的 那基本上就是 没有什么质疑 没什么正义了 因为这个 这他的这个权威性够了 所以你看 这高中生也是年轻有为 那小卡德罗夫也是 这个年轻有为 是吧 咱们也得这个想开一点 是吧 就是当你还内卷 你还鸡板的时候 别人的起点 已经是你无法 起急的终点了 是吧 那个不是哪个 故事里边说 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 说我奋斗了15年 才能和你坐在一起 喝咖啡 是吧 这已经是命运 对他非常眷顾了 是吧 就是这个世界 那就是层次分明 也许就是你奋斗了一辈子 就刚刚达到别人的起点 达到别人起点就不错了 你烧高香去吧 所以这个 我们真的是得 时刻保持着开放的思维 就意识到 当你拼尽全力 努力奋斗的时候 不知不觉 别人的起点 已经超越了你 能够起急的终点了 是吧 那谢成慧费了那么大劲 是吧 他终于能和一个 西班牙的流浪汉 一起吃一盆海鲜饭了 对吧 所以就是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投胎啊 出生啊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吧 那可以说这个 车臣这个安全局局长啊 就相当于车臣总统啊 啊 就是车臣总统的 纪美军首领啊 就是也是 基本可以定为是车臣未来预定的储君了 是吧 你本来这个 现在外界就一直怀疑 说这小卡德罗夫 他身体不好 然后现在呢 这小小卡德罗夫啊 给他提到这个车臣储君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避免说 一旦出现意外的话 需要选出新首领的时候啊 不至于说这个卡德罗夫众多子女当中啊 出现什么九字夺敌啊 这种混乱的局面 这倒是非常符合草原民族的那个游牧民族的传统 就是幼子手造啊 继承惯例嘛 最小的儿子继承家产 你看那个蒙古 蒙古这个这个这个 成吉思汗啊 他后来就是蒙古国的大韩 然后元朝这些皇帝 都是由这个成吉思汗最小的那个儿子啊 拖雷这一阵控制 是吧 跟那个中原农耕经济不一样 像北方这种游牧啊 渔猎这种经济啊 相对贫瘠松散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呢 也是相对独立 那么游牧民族 他的这个成年男子在结婚之后 成年结婚之后 基本上就得独立 然后去赚下一份家业 就去分家当过 那自然也就不能说 继承他父亲的什么财产啊 牲畜啊 也包括女人 是吧 那万一说所有的儿子 哎 就是这人太 就是说这父亲死的时候 这孩子太小啊 所有孩子都不能在外独立生活 啊 那不能这个继承他父亲的财产 那基本上呢 就是由这个独立生活能力最差的那个小儿子 由他来继承这个财产 那么 这个如果说那别人都不能继承的话 家里的香火不就断了吗 所以这个由最小的儿子继承 就是保住家庭的那种血脉啊 香火得以延续 然后这就是说幼子手造啊 那个手造的含义所在 是吧 但是这个幼子手造啊 他并不等于说权力拥有者的地位 也是幼子继承啊 明白这个吧 就是游牧民族 他的这个体制跟那个中原王朝 那种中央集权还不一样 他是那种血缘部落那种联盟的体制嘛 所以呢 他在这个权力地位 就是他的这种权力地位啊 他是其实是归这种整个部落 整个士族所有 而不是某个家庭所有 就是那种贵族民主制啊 那么贵族的个人财产 他和那种原 就是就是所有的权利 他所属的权利也是分开的啊 你说这小儿子可以继承 克韩父亲的财产 但是并不等于说可以继承 这个富韩的宝座啊 因为这个新一任克韩应该是贵族之内 这些个家族里边啊 集体推选出来的 而不是说某一个家庭之内 他那种父子子继 是吧 你看成一四汗 成一三他爸耶稣该 他的这个韩位继承的是谁啊 是他叔叔叫做呼图拉韩的这个权位 然后呢 呼图拉韩的继承的是谁呢 又是他的唐叔 安巴海韩的这个职位啊 所以就是他在这种 这种游牧民族啊 就是尤其像像蒙古人 他在汉化 他在秦制化初期的过程当中 这种幼子手造 他经常和笔长子继承 发生冲突 然后从而就导致各种内斗 元朝就是没解决好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 也是元朝说 五百年之运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本质上的家产和权力 这是两把事 中越王朝呢 是经常把他们这个合二为一了 那么 卡德罗夫啊 这车臣总统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他是车臣总统 他现在是车臣一把手了 但是不代表整个车臣就是你个人的 小儿子可以继承家业 但是你现在要是把他当成继承人培养的话 那必然会遭到内斗 因为我在去年啊 去年苏联解体的时候聊苏联的时候 就提到我说 苏联就是一个大号的秦制帝国 俄罗斯就是一个翻版的苏联 那车臣就是翻版的俄罗斯 所以就是你继承了秦制 然后现在你又放弃了笛长子继承制 那结果就是元朝啊 原来元朝那种拧巴 你还得再来一遍 你看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卡德罗夫的那个大儿子被提拔上来了 我还琢磨说能不能服众呢 然后现在这小儿子也被提拔上来了 这官比他大哥还大 那我觉得我们就有的看了 就是看这俩人狗咬狗啊 应该能挺有意思的 他俩都是布斯林吧 那就是猪咬猪了 那应该挺有意思的 目前呢 这个卡德罗夫呢 已经是基本上把他的家族里边 所有人都安排进了车臣的关键部门啊 就是车臣总统府 基本上就是一个卡德罗夫的家族祠堂 是吧 这个共和国呀 虽然是一个只有150万人的淡罕小国啊 但是车臣他的这种政治生态 那和俄罗斯总体上的政治生态 其实是一个缩影的啊 就是现代文明啊 最伟大的飞跃是什么呢 是打破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化 就是坚决杜绝任何人 任何集团 对这种政治权力的垄断啊 他把权力是交给了民众啊 那么交给了民众之后呢 也就打通了各个阶层的上升通道啊 也就是说最普通的民众也可以合法获得社会管理权利 乃至于说问鼎最高权利啊 他是可以这样的 你看那个克林顿啊 你看林肯那是什么人呢 对吧 家里都破成什么样的 但是他们还能去当这个这个美国总统 对吧 那么也正是因为说这种政治文明的普及 财使说我们人类啊 他只用了几百年的时间 然后就去创造了一个比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 多的多的多的那种精神财富和物财富啊 这正是这种政治文明所创造的 然而呢 你看那个总有这种一些所谓的什么精英者 所谓的政治集团 就像什么俄罗斯的普京 就像这种车臣的那个卡德罗夫 是吧 他们在一个如此现代化的世界当中 然后不遗余力的与文明背道而驰 是吧 正在他们努力的哎 走这种啊 灰头路啊 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啊 也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整个俄罗斯带进社会的深渊 带进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反面 是吧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卡德罗夫的小儿子啊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